我要加入五层 我拒绝 七人开山 我自己取消五层的一票否决权 一票否决权到底有多强 印度 日本 德国 巴西拼了老兵不想要 中国为啥能拥有 众所周知 联合国五常由实力最强的国家组成 主打的就是以何为贵 他们手底下还有个特别大道的权力 一票否决权 简单来说就是 即使全世界都同意 但只要五常之一不同意 那这一瞬你最好想都别想 比如才有150个国家联合提议 销毁核武 结果被五常一致否决 之后这150国认识没敢再提 只有无少的权力 各国想方设法都想体验一下 其实否决权是国家强大的外在体现 而中国成为五常的路并不简单 最开始我们被客入强国轻视挑衅 我想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打购我们四常就让你进了 出来换 要有四例 要有 这我兄弟 这我兄弟啊 这我兄弟啊 结果就是 我们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出朝鲜 把苏联打出了针巴岛 把法国打出越南 硬生生的把四常打服了才换来这一票否决权 用鲜血和汗水换来这在国际上的绝对话语权和地位 所以 我族不义 请珍惜 你知道为什么欧洲的国旗都那么像吗 早在16世纪 荷兰就设计了橙白蓝三色起 那时候荷兰还是个弱国 直到17世纪 荷兰成大后到处殖民 由于潮水间的航海 使得橙色掉色 于是 荷兰决定把橙色换成红色 17世纪过 俄国彼得大帝在荷兰偷学了造传数 顺便把国旗也抄了 就因为这样还闹过两次乌龙 2015年 土耳其原本要砸俄罗斯领事馆 给我砸 结果砸成了隔壁荷兰的领事馆 2017年没开二度 土耳其又想烧荷兰的国旗 给我烧啊 结果烧成了法国的国旗 这才是荷兰国旗啊 你瞎吗 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 于是就有了红白蓝树条纹的国旗 法国甚至还把红白绿三色旗给了意大利 小老弟你看咋呀 中 至于德国国旗嘛 19世纪德国人反抗拿破仑 他们穿上黑色军服 金色扣子和红色翻领来争取自由 从此红黑金三色旗 变成了德国国旗 巧了 我也是红黑金三色旗 真诡气 于是德国就把国旗 从竖条纹改成了横条纹啦 没想到 一向严肃的大国在国旗设计上居然这么随意 以至于现在还有人傻傻分不清楚 你看德国有了 那是你历史 有同学可以看出中美行政划分的区别吗 一个像是公鸡 一个不是公鸡呗 美国像切豆腐一样整齐 中国的话 弯弯曲曲 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省份划分很曲折 而美国却很平直吗 其实这就牵扯到两国的历史和地形了 我国有着四千多年的历史 循省制度更是起源于元朝 发展于明清 加上我国多山水 所以省份之间多以山河湖海为界 河南河北以我为界 河南河北以我为界 甘肃陕西以我为界 山西河北以我为界 再者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为了保留民族本身的习惯和特色 还会划分出自治区 而美国就不一样了 地形上 美国从东到西几乎都是平原 所以按地形划分不太现实 历史上 美国建国不顾两百多年 没什么话题 更没有新军制度 加上美国最早是被英国占领的 在方便管理 别吵乱 一刀切公平吗 直接就按经纬度划分 哪怕二十世纪美国在向西拖展时 冲啊 他们也依旧按照这样来划分 除此之外 同样是被他国占领过的非洲 也是这样的整齐划一 嗯 真麻烫 那你还知道 还有哪些国家的划分 也是很整齐的呢 缺钱怎么办 缺钱就硬了 大个屁啊 万一钱为所爱经济啊 我知道 所以我硬的是账一弹 一个国家缺钱 能不能偷偷的利别的国家的钱 其实早在二战期间 德国就因为缺钱 专门组织过一批专业团队 24小时专门复制英镑 让这个加油 把英镑达到六毛钱一斤 德国一边潇洒 一边印钱 比英国都勤快 没过多久 英国市面上三分之二都充斥着德国的杰作 英国这才发现不对劲 你们做出这么多钱 你哪个比我好 于是 水腾摸瓜 逮到了德国 另一个跟德国想到一起的国家 就是小日子了 它伪造了大量的法币 然后 然后法币就贬值了 小日子英超鸡都抬爆烟了 都没赶上法币贬值的速度 别难过 给你看个小丑 只能说小日子没眼光 一美金多好 现在各国的货币防伪技术越来越先进 什么欧板印 微缩文字 摩尔文 安全线 特殊游默等等壁垒 仿造成本太高 不值得 如果大量假币出现 还很容易被察觉 对本国外汇储备来说也非常不利 所以站在国家层面 可以偷偷印 但是没必要 最后 你知道仿造美金到底有多难吗 好 可 我都要看看 是谁还没有点关注 打个电话去漂亮国逗逗小败 你得一个打爆炸 别傻了 你知道各国领导人是怎么打电话的吗 我们能随便拨打吗 首先 国家领导人之间通话 是人数的国家大事 绝不允许用私人手机 必须用专门的坐机 哎 不办卡 为了防止领导人被骚扰 坐机号码被重重加密 一般普通人无法拨通 而且就算是领导人互通电话 也得提前预约 哈喽啊兄弟 吃饭了没啊 我这好热啊 你预约了吗 哎 我 我小败啊 哦 啥败都得预约 下一个 哎 喂 喂 原因很简单 预留充分时间 让双方做谈话准备 避免谈话出错 那如果国家领导人想拒接电话 又该怎么办 一般呢 会让专门部门出面 尴尬又不是礼貌的拒绝 好 下次一定 拒接电话更多是表达立场 不满和抗议 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 该不负责 历史上我们就曾多次拒接电话 你猜猜都有谁 没别的 就是运气 而漂亮管马 则多次被人拒接电话 给杀车打电话 不接 给阿联酋打电话 不接 给中国打 也不接 是美国华费吗 原因嘛 大家都懂 关于领导人通话 班车整活的期许也有不少 欢迎评论区补充 好 我都要看看 谁还没有点关注 你们国系怎么这么下 别别看啊 就是 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就是故意挑的 怎么了 我的国系 一定要独一无二 你知道 设计完美的中国国旗有多难吗 五星横旗怎么成为国旗的 新中国成立前 迫切需要一面新的国旗 于是各大报刊 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方案 从开国元勋到普通百姓 从艺术家到劳动人民 我们拿起画笔 设计自己心目中的国旗 没过多久 就收到了三千多份 关于国旗的设计方案 但选国旗可不简单 既要展示我国特征 还要简约有辨识度 还必须独一无二 全我 我符合要求 你 你这跟加拿大似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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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西方国家太像了 没特色 我有特色 这条龙大级板 这是国旗 不是你画我猜 最后经过层层选拔 选出相对完美的方案 黄河旗 但还不是特别完美 这条杠代表了母亲河 黄河 我参加第一个不符啊 加条长江杠 我后双双 我三条杠 加条猪江 别杠了别杠了 最后这些都没选上 专家认为 在国旗画很高 就像国土被割裂 不合适 最后 在被淘汰的国旗中 发现了最初版的 五星红旗 诶 这幅国旗 充满了激情 诶 不行 这跟苏联很像 但如果把这个拿掉呢 就这样 一张完美的 独一无二的 中国五星红旗 诞生了 看似简单 实际是细节狂魔 比如运用了 几何原理进行排版 不等距 小新的角 都指向大新的中心 等等 其实设计这面国旗的 并不是什么名人 艺术家 而是一名普通的 同志 曾连松 他以星星 追随北斗为灵感 用五颗星 来象征国家团结 1949年10月1日 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天安门广场上 冉冉升起 此后 中国有了自己的国旗 往后的红旗 每一次升起 都会让人感动 骄傲 这不正是我们 心中的国旗吗